嗨,大家好 我是本源光的雅涵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课程是 爱的练习题连结十四 委屈 委屈是一股只有自己懂 但是别人未必懂的感受 但是有时候我们觉得 自己受了委屈 但是对方却认为 他们才是真正受委屈的人 其实如果自己可以静下心来思考 去回想到底是什么样的委屈 一直在影响着彼此 或许就可以在这个感情的世界 找到一个慰藉 找到一个心安的归处 就如同在光场域的学习 很多人来这里想要找到 一个问题的答案 或者只是单纯想找到 一个懂他的人 但是我们会发现 当场域真实呈现的人们 目前所面临的困境时 他们会感到非常的认同 他们会觉得事情真的是如此 终于大家都看见了 也了解到现在我们的处境 可惜只要讲到当事者的不对 或是需要改变的地方 立刻就会感受一股强烈的反抗 反而捍卫起自己的立场 再也听不进去别人好心的建议 又觉得自己非常难过 似乎又陷入了全世界没有人懂我的委屈和心酸当中 其实该感受到委屈的是那些想帮忙的人 因为当事者的偏见和无奈 选择放弃不再介入 陷入了无解的状态 我们常常会看见一对夫妻来场 欲寻求解答 当我们透过双方的角度来看同样一个问题 当然我们不是请当事者去陈述 而是透过学员当代表 将问题清楚的呈现出来 就会开始发现 上面的状况就会出现 我们只是看见两个觉得委屈的人 却看不见有任何一方是真正想要解决问题 如果我们只是想要找个人来安慰自己 不管找谁都没有用 到头来还是发现 问题依旧是存在的 如果想要离开这个委屈感 让自己可以幸福起来 首先 不要老是觉得问题是在别人 要认真地检讨自己 你自己身上找答案 因为没有人会觉得你的委屈是和他有关的 而且想要改变别人是比登天还难 当我们受委屈的时候 也不要到处找人去诉说 最好的方法是找当事人 直接将自己的想法和看法 委婉地说清楚 让对方可以明了 如果对方还是不能接受自己的想法 就好好地接受这个事实 默默地承受下来 让自己好好地过日子 现在有一个可以解决委屈的办法 就是虚心地接受光场域的引导 透过同行善友们的帮忙 将问题关键找出来 只要自己愿意离开受害者的意识 好好看清楚是什么样的原因 造成了这个委屈 只要自己愿意改变 不管外在的环境是否有改变 我们会慢慢找到自己内在平静和安宁 会觉得不管别人怎么样 自己都愿意多点耐心去面对 真心复苏是不求任何回报的 只要不期望不奢望 就会让自己慢慢地离开委屈感 而这些委屈也会让我们越来越成熟 以下有四个问题 来帮助你更了解你自己 第一个问题 在感情的世界里 你觉得什么是让自己感受到委屈 第二个问题 当你有委屈的时候 你会勇敢地表达出来吗 三 如果对方还是没有改变 那你会如何处理呢 第四个问题 当自己愿意去付出和改变的时候 这个委屈会给自己什么样的成长 我是本文光的雅韩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 拜拜